我觉得中国已经提了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去推动和促成 就是尽快搞一个调查组出来 你如果搞不了正式的调查组 你秘书长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委员会 有那些顾问专家 你搞一个专家顾问的调查组 这个调查组更简单 坐下来开会讨论 邀请相关国家受害方的调查组 是他的机构 把证据到这来大家展示 在这件事情上大陆也好 世界其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好 大家都是讲道理的 没有什么 而且这件事情是可以讲清楚 它不是那种什么意识形态 政治观点立场这种问题 它是一个基础事实 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 你有没有收到过订单 这个订单这个合作上是什么要求 中间使用的那些零件究竟是哪来的 你生产出去 尤其是你运出去的究竟是啥 你就把这几件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 第二对于美国的影响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美国警醒 为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是以色列做的 我不说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像是内塔尼亚胡做的 就是说他是属于一个已经彻底疯狂的政客 为了一己之私 他是在绑架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的 然后把整个地区拖入动荡 来交换他自己个人的一己证据去死 这种人 他的精神状态和认知状态已经接近 就是像007那种电影里面阴谋毁灭世界的狂人 他已经不是特别正常 他的思路已经不是特别正常 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讲 就是二战时期 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殆尽 所给以色列带来的这个道德光环 从去年的10月7号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已经被以色列消耗殆尽 联合国能够做这个事情很多 他可以让海牙国际法庭去成立专门的调查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构成国家恐怖主义奇迹了 你这个时候不要说什么 当事人自己来告诉你就应该站出来 调查寻求真相 然后惩戒凶手追究责任 你可以让联合国秘书长出面 委派特殊代表牵头组建一个调查小组 这个调查小组在纽约搞一个听证机制 传唤各方证人 邀请各方证人到现场 就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 现在联合国在那边开大会 有人说联合国大会干什么有什么用 你这些人就在那里做演讲 但是这种演讲就是一种表达 让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这个权威的殿堂表达出来 告诉大家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代表你的国家 你的国家的政策是什么 说出来让大家听一听 评评道理 讲一讲 讨论一下 它也许不会立竿见影 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但它有助于恢复人们 对于这个国际社会和这个国际体系的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信息流动非常发达 大家也很关心 大家都感到很恐惧 需要有一个主心股的时候 那你我说句那个的话 你联合国民事长不是很雄心勃勃吗 你希望发挥自己的这样一种权威 道义的这样一种作用吗 那这个就是事实后站出来 然后安理会可以发起调查 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发起 都应该提出建立调查组的提议 这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 这是在纠正一种错误的行径 这是在打击国家恐怖主义 这种行为不讨好的 你说美国会喜欢这种行为 现在美国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就像米尔斯海默讲 他被以色列的院外游说集团 绑架了他外交战略 他不能从政治上 不 他不能从战略上 从客观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 去说一些公道话 做一些公道事 美国这时候出来主持公道 对他的国际声望是有正面影响的 是有助于树立他那个 所谓良性霸权的形象的 就是说你别的事情很粗暴 那这件事情上你还是守住了底线 而守住这种底线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大家认为 就是你美国在对待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 好歹一碗水还是端平的 那将来你美国再度面临说 怎么你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跟随机 大家都认为 那恐怖主义确实是不好 那如果说你这次如此的去偏袒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那我说实话 别的国家有的时候心里面难免就会想 那你就是你活该 你纵容恐怖主义 然后到最后被反噬 不是你自缴的吗 所以从任何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中国已经提了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地去推动和促成 就是尽快搞一个调查组出来 你如果搞不了正式的调查组 你秘书长有各种各样的专家委员会 有那些顾问专家 你搞一个专家顾问的调查组 这个调查组更简单 坐下来开会讨论 邀请相关国家受害方的调查组 是他的机构 把证据到这来大家展示 未必就能出什么结果 但是把我们手头上有的 能够公开讲的 而且应该公开讲的东西 讲清楚 说明白 这样一来 澄清真相 打击虚假信息传播 恢复人们的信心 这三件事情都很有价值 对于今天这个国际社会来说 我们应该去做一些 对这个体系有价值的事 听石老师这么说 我心里这个感觉是有点复杂 第一个有关于这个 在联合国主导之下 办理一下低证会啊 收集证据啊 这些事情 我觉得的确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我个人觉得 您所提出来 关于台湾的这个制造厂商的安全问题啊 为他们自己的安全来想的话 尽快的把自己手边的所有的资料 提供给这个联合国或者官方 对这个事情调查 做尽量的这个完全的配合 我觉得这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 最大的保护嘛 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有一点就是 您刚刚提到的 关于这个美国应该介入 这个所谓的说几句公道话 这件事情啊 我个人的感觉啊 石老师我觉得 有句话是什么 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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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村早过了 对美国来讲 尤其他和里和以色列关系 而且这个事情 在这个结果眼上 我就把这个话题带到 今天最重要的这个这个讨论点上 就是这个意义是什么 对全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对美国的意义是什么 对以色列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我先倒过去讲吧 先说对台湾岛内 我觉得倒也谈不上 对整个台湾岛有什么东西 但是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岛 最大的一个比较优势 就是所谓的消费电子产品 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你如果想让这个产业 好好地继续维持下去 继续在国际社会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 在整个全球市场当中 有这样一种声望的话 不仅这个企业 我就说台湾岛内当局 你也要拿出自己的态度来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你就等着瞧吧 你就等着市场 我们看什么叫用脚投票 你就会发现你的客户走了 你的单子跑了 就是我看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可能再要观察一段时间 就是说加工的订单 即使给你台湾厂商 他也会要求这些生产的流程 在大陆完成 不幸就走得瞧 不幸就走得瞧 这个东西 你不老老实实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你打消不了客户的怀疑 你打消不了客户的紧张 你不要忘记 这次涉及的是中东的客户 他不是一般的客户 最有钱的那批人 有钱人怕什么 怕死啊 你这个 对吧 以前说实话 买你这些美制的装备 或者说跟美国生产 美国供应链相关的这些 包括你台湾出产的一些东西 你说被监听啊 什么事啊 听那些东西嘛 也就那么回事 对吧 但是你这次直接发生爆炸 直接把它进行这种改装 说实话 那你也太过了 这个我觉得 对于台湾来说 就是你这个产业生态 你自己想清楚 我们台湾岛还想不想成为 这个全球电子消费产品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 组装加工的这样一个基地 你还想不想在全球供应链当中 保持台湾岛的这样一个位置 如果你想的话 你就赶紧把话讲清楚 你就不要在那挤牙膏了 那你如果投铁 你不信鞋 那就等市场做出决策 等市场做出决策 而且说实话 你到最后不要 你这边死撑的 你背后的人 或者别的什么人 把你给卖了 结果那到时候 你就咕咚扑不出来 你真的就彻彻底底 就两边都不讨好 他可能现在觉得 我就算声望失去了 我这个业务失去了 我是不是在某些力量那 我卖个乖 显示我很忠诚 我拼死抱你大腿 弄 但是对于岛内当局来说 可能觉得各把厂商 他也不心疼 反正加大越大 对吧 抱住大腿了 任何轻撞 郑老师 您说的这可能性 我觉得是绝对的 不是可能 那我告诉你 你到最后面临的是整个产业 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 蔡英文那个时候 他说什么什么东西 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对不对 那如果市场都已经走了 产业都已经倒了 你的护国神山又去了哪里 你自己想清楚 这个东西 就是你自己选了 我就说说实话 这都不用说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用讲话的 这东西理论上 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计算 和这种比较扭曲的政治生态 这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点是也挺可悲的 希望台湾到最后不要尽可能避免少悲剧一点 多多少少肯定是要悲剧一点 逃不掉了 而且记住在这件事情上 大陆也好 世界其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好 大家都是讲道理的 没有什么 而且这件事情是可以讲清楚 它不是那种什么意识形态 政治观点立场这种问题 它是一个基础事实 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 你有没有收到过订单 这个订单这个合同上是什么要求 中间使用的那些零件究竟是哪来的 你生产出去 尤其是你运出去的究竟是啥 你就把这几件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说清楚了 有合同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合同 有法律文件的证明 它是个法律问题来的 那你只要把这些文件都摊开 现在也没有什么商业秘密可言 遇到重大事件 你这个商业秘密 就是要为这个东西让步的 而且我也很合理 我没有要求你公开所有的业务信息 我就要你自己找出那一笔就行 你自己找一笔出来 你说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说我就是没有 你没有的话 那全世界就会去找那个生产厂 生产车间 那所有的地方在那生产的 对不对 如果找了半天 全世界都没有 那天上又不可能掉下来 那就是你撒谎 那就是你撒谎 这个时候你如果坚持撒谎 大家对于组织者的愤怒就会砸到你的身上 因为你顶在刀口上 你顶在路中间 那你就是第一个倒下去 你不用去想 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所以叫何去何从 看这个企业 看台湾岛内自己选 这是一个 第二点对于美国的影响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美国警醒 为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是以色列做的 我不说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像是内塔尼亚胡做的 就是说他是属于一个已经彻底疯狂的政客 为了一己之私 他是在绑架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的 然后把整个地区拖入动荡 来交换他自己个人的一己证据去私 这种人 他的精神状态和认知状态已经接近 就是像007那种电影里面 阴谋毁灭世界的狂人 他已经不是特别正常 他的思路已经不是特别正常 就是真正的不是说 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是只要我不死哪怕洪水滔天 我管你去死 反正我不能死 你要全部被我拉下去搞成一国种 因为这是非常标准的国家恐怖主义袭击行动 我不认为是摩萨德的独走 我认为是属于那种 即使是所谓的独走 就是摩萨德内部有那种直接向内塔尼亚胡 最高领导人汇报的独立行动小组 整个这个行动是精心控制和策划 这种精心控制策划的行动 它需要大量的稳定的经费支持 它需要大量的跨国间的协调 就像你说的 美国的物流监测 美国的情报机构 它在中东地区的布局 它不是吃干饭的 你不可避免的要扰动它的 你不可避免的要在它的那个监控下面要去走一遍 你甚至是要要它放水的 就大家好奇 你这些东西在海关是怎么通过安检的 这个东西是大麻烦 站在美国的角度 你不怕这种通过安检的 如果真的是通过技术手段混过安检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明天就可以穿过纽约和华盛顿的这种机场 然后在上面给你来上一把 你要不要试试看 这个事情美国那边是有教训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关于洛克比空难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那个炸弹是怎么运到那个飞机上去的 因为那个炸弹很不小 不是一个小炸弹 是个挺大的炸弹 后来就有一种说法 是说在伦敦的那个机场 有一条特殊的通道 这个通道是没有安检设备的 然后这个通道 就是给美国的情报机构 在冷战时期 从阿富汗运了那个时候的毒品 到那边去销售 然后换了钱买武器去打苏联的 这么一个特殊通道 然后这个特殊通道被人发现了 利用了送了个炸弹上去 把他给炸 那么很简单 你是通过特殊通道 还是你给了他什么技术 或者别的什么方式 让这些东西在混了爆炸物的情况下 通过了机场和港口的安检设施 你这个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现在去包庇的这位 如果真的讲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立国 适合近代 不是适合现代恐怖主义的 开山之座 大魏王饭店爆炸事件 联系在一起的 那别人就要问了 就是这个在西方可能作为一种政治正确 没有人去问 可能在其他国家就要去问 是不是这个国家真的 他基因里面的恐怖主义的东西就觉醒了 又开始搞这种事情了 所以你说对以色列有什么影响 以色列现在需要向世界证明 究竟你整个国家都是疯了 还是少数人疯了 你被少数人劫持和保 这种事情 有也是少数人劫持的吗 以以色列掌握的技术 以以色列掌握的这些能力 如果你最后向世界证明 我们这群人就是疯了 那绝对是 对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负面消失 你说有什么影响 不一样 对 没有 有什么影响